航空迷是各国航机经过的要道 但是从没看过飞机低空飞行 引发民众好奇抢拍 航空迷在航空机场捕捉到这台飞机的身影 原来这是一架54岁的DC8飞机 隶属美国太空总署 机尾7上美国国旗 上头写着NASA817 来台进行亚洲空品飞航实验 是上上下下在飞 不是说平飞是上下 为了要了解我们的空气品质的 每一层的垂直结构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次 那如果这次成功的话 未来对于我们东亚的空气污染的问题的了解 会有很大的帮忙 NASA817重重 DC8 NASA817从菲律宾克拉克机场起飞 在恒川进入台湾本岛 在西岸沿着恒川 台南 嘉义到彰化一带总共绕了四趟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飞到台东一路往北 航空迷还发现 NASA817在台南跟嘉义机场各做了四次Touch and Go 研判可能不只执行空品观测 因为你如果是做低空的海津品质监测 你没有必要做的Opunch跟Touch and Go的这些科目 有可能是在做一个台湾西南西部的军用基地的一个 跑岛的一个飞车的一个科目 很可能也是间接的未来可以协助台湾发展一些太空的产业 特别是国产的就是低轨卫星 在近年也都可能会进行就实质的任路飞行 国防专家透露这项计划代表台美互信 有助台湾发展太空产业 也许未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美式新闻南部 搜索报道